澳大利亚一个非常喜欢野外探险的男人 在经过一片沙滩时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人体胚胎的东西躺着远处的沙地上 从远处看 生物外形与人类几乎没有区别 不同的是它全身茉莉色 没有任何衣服遮挡 脑袋光滑没有一根头发 眼球呈白色 脊椎骨像蜥蜴的背部一样突出 腹部还流出黏糊糊的血液 看样子似乎是受伤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男人彻底惊呆了 生物在听到旁边有动静后 微微地抬起头 似乎是想要寻求帮助 这个片段一经播出迅速在网上炸开了过 显然这个未知生物看起来很像小号的外星人 身体很小脑袋很大 一些观众甚至认为是某些秘密研究的人类 与某种动物基因融合的产物 不过也有人打趣地说是迷你奥特曼在享受日光雨 能肯定的是这个生物绝对不属于人类 或许是至今从未发现的物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